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花了四个小时的车程 前往汇仓拜祭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在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当中 有大约13万名中国志愿军战士是买骨在了朝鲜 温家宝就表示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些烈士 而他们的鲜血也会鼓励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七点仪式开始先默爱一分钟 随后温家宝来到墓地 编走被右手触摸类似的墓穴感慨良多 我们是代表全国人民来看望 人民没有忘记 你们安心 温家宝说这次访问朝鲜特别花了四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这里 是要告诉先恋们 5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依然记着这些烈士 也知道他们的市集 烈士的精神鼓励着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你们的鲜血洒在异国他乡 但是你们伟大的精神留给了整个世界 安息吧 几十万英零 1951年的9月份 中国人民志愿军把指挥总部签到了会仓 在这里先后在青年的时间里面建立了两处的指挥总部 第一处是在洞库指挥总所当时的彭德怀在这里作证 而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在城区又链接了一个指挥总部 会仓烈士陵园从1954年开始兴建 这里面安葬了134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志愿金战士 当中包括三名无名烈士以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不妨卫视旅出了为汤景强朝鲜汇仓的报道